前景 首先呢 我們先邀請第一位嘉賓幫我們做投丁一試 讓你們師傅的鞋邊想 往灶親切往前看一下 謝謝 感謝您的配合 這張投丁一試呢 遠距於日本的平安時代 除了幫大家祈福外呢 以上就是最精采的感谢之意 那现在呢看到师傅今天的 让我们的一笔写作促处的部分 那我们最后的鲨鱼手法呢 就在一般的料理台驰料理 当年日本料理才看到的鲨鱼手法 就是三排偶形 就成三平线手法 三平线手法都是以迅速金正 高工将于分成三块 鱼上身鱼下身 以银骨成的部位 为了保持最完美的品质 将带给顾客最美好的鲨鱼 现在很迅速的 师傅已经把鱼头给鲨下来了 接下来呢 大家是制作三平线手法 我们说笑话鱼呢 是来自台湾年代的鲨鱼红鱼 每天新鲜持送世界内 以现场单的方式 其中可以可以对鲨鱼线 当作方式享用哦 鲨鱼都是价值很高的鱼肉 鱼肉不仅可以拿来制作 美味的生鱼配外 鱼头呢 它也可以拿来清蒸 或是红烧的料理 鱼骨更是拿来制作 糖头跟鲜甜又美味哦 那有时候呢 那在我们餐台台面上呢 有时候看到鱼干鱼头的料理哦 那我们制作是 料理的师傅呢 也必须要有成熟的高工技巧 以及从事相当多年的日本料理经验 还可以站在整夜台上面表演 也就各经做观看哦 那我们师傅现在已经完成了 三枚卸手法 都已经把我片下来了 现在呢 要让我们去除鱼身上面的鱼刺 去除鱼刺呢 可以用左手轻圈去抚摸鱼刺的部位 再做剔除的部分 那我们每位从事日本料的师傅啊 他们呢都会身上都会准备两把刀 一把呢是专门鱼用的鱼刀 另外一把呢是片生鱼片的生鱼片刀哦 现在呢会把鱼身又再片成两半 因为中间这一条的肉 都会成为鞋盒 那它本身味道会比较重一些外 那口感呢也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我们会把它做去除的部分 接下来师傅要进行的呢 是在我们鲨鱼的最后一个步骤 拉鱼皮的动作 拉鱼皮呢要一起合成 才能把鱼皮拉得完美又漂亮哦 稍后等一下师傅成功的话 帮我们给它一个掌声 好 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一个掌声 等一下每个各边呢都不用全用盘子哦 我们这个会帮我们做准备 还有萝卜丝 如果需要生鱼皮的部分呢 麻烦到前方的生鱼片台 酱油的话在桌上哦 因为是限制的在那里 每个各边都请帮我们先去一份哦 如果还有需要的话 等一下把我到前方生鱼片台做点用 好 往前呢 谢谢 好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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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